10月31号 泰国网球协会在曼谷拉玛花园酒店召开2013年PTT网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 泰国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纳塔鹏先生表示 本届比赛将设有女子单打4个组别和男子单打8个组别 将于今年11月3号至7号进行预选赛 8号进行决赛 比赛地点设在曼谷拉玛花园酒店网球场 届时全泰国的青年网球选手将应邀参赛 冠军将获得30万泰铢的奖金 据了解PTT网球锦标赛自2005年举办以来 今年已经是泰国第四次举办该场赛事了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凯雄 高东东 泰国曼谷报道